刚才关心这个世界球后曾亚尼他拿下了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之后 今天早上他回到台湾了 不只全家人出动街机还有大批的亲友团都到机场来献花 那么曾亚尼他说回家之后他最想吃的就是麻辣锅 还有呢要去烫头发 不过被问到他什么时候要交男朋友呢 让曾亚尼非常害羞 穿着白色上衣牛仔裤世界球后曾亚尼终于回到台湾 一出关马上就被包围 穿着红色衣服这是曾亚尼的父亲曾茂欣 拿着鲜花是曾亚尼的妹妹 还有高龄92岁的阿嬷在桃园机场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为的就是他曾亚尼 又是鲜花又是拥抱 曾亚尼好开心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 现在最想要吃的就是麻辣锅 今天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其实今天晚上有机会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吃个麻辣锅 接受完访问妮妮看起来是有点累了 然后就直接坐车回到桃园的家中 在家门口也出现了大批等候的亲友 在机场不讲话的阿嬷回到家也终于开了金口 等不及要回家休息 曾亚尼拍完合照之后就跟大家说再见 这次回来台湾 预计停留两个星期 其中有几个公开行程 然后就要准备到美国去参加下一项比赛 继续妮妮的球后之旅 记得张正如松又阳自艺黄军杰综合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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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